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月16號時間來到下午4點36分 對呀 仲是我 仲是Renee在直播室 不過呢 現在又多了一個Partner 就是聽眾朋友很熟悉的趙博士 Hello 趙博士 你好 你好Renee 我們今天一來呢 就要先跟我們聽眾朋友說一說 我們要有一個好的健康的心態 來出去交接一些正面的朋友 可以帶到正面能量給我們的朋友 原來呢 除了可以跟他們有溝通之外 原來還會受到一些 我們身體裏面的一些 壯氣的影響 是嗎? 沒錯 我們用很多時間去 大家都知道 你開不開心 其實是說 你找不找到對的對象 找不找到對的朋友 需要靠一種主動能力 但是主動了之後呢 很多很多數據走出來 就說其實呢 唉 單身得好些了 如果是一段不好的感情 而不好的感情呢 特別影響女士多於男士 有這些叫做 chaos disorder 是可以抑鬱 可以是命都短很多年 甚至有癌症 我現在正正有個case 就是叫做打官司 因為我站在女士的方便 因為女士呢 請了我去幫她看她的心情 就被她身邊的丈夫影響了 那就令她睡不到 那現在我就要在官司裏面 幫她去看看分多少身家 有沒有得分 那事實上呢 這些數據是有得分的 因為呢 你身邊那個影響你 一生一世呢 其實是有很多數據 其中一個數據 就是這個甲狀線問題 甲狀線的問題 可以是因為你 就是你 你搞到個人精神緊張 他人騙了很多 吵架了很多 那你會見到 最好就是看看 那些名人 明星 你會見到有些人突眼的 突眼 那丈夫便會說 不是啊 我很想有sex 時候對方不肯 不肯啊 那對方為什麼不肯呢 因為對方原來有這個 甲狀線的病 所以會搞到 除了 還有low sex libido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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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甲狀線的影響呢 其實是很真的 我們 你有沒有見過呢 有段時間 在新聞裡 有一個稍為 打功夫 武術很厲害的呢 都有一個甲狀線問題 大家見到 那些相片都嚇壞了 或者老了那麼多 有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呢 這個 這個 真的是 李連傑 這個就是李連傑的個案 那條頸好像腫了 很粗 那種 有這些 也有時候見到眼紅紅 眼凸凸凸 看到他的眼睛會很凸出來 好像 其實他不是故意說 看你那時候很生氣 或者凸了一隻眼出來 很大隻 很大隻眼 其實他平時 普通的狀態就是這樣的 沒錯 這些其實是一種病症 病症 然後 吵架也多很多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但只知道 甲狀線 現在會製造很多 多了很多荷爾蒙 因為自己的身體 那個 antibody 製造多了 然後塞住那個位置 搞到他不斷出 不斷出 這些荷爾蒙 手手腳腳都會不舒服 然後有心跳 那些問題 但是就會留意到 很多人有這件事 就很難去跟他溝通 他基本上 就是 差不多喊交收尾 很多時候 人都猛很多 這些是需要 其實是本身 外面的人經歷這些 他沒有 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 知識 根本就在想 就是 對方都不溝通 是不是生氣了我 後來做些什麼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 其實是 要看病 才會好些 你不看病 怎樣溝通 都沒有問題 沒有用的 沒有幫助的 另外 有些心病 在兩個人的感情裡 是其中一個 甚至是 多了 多了一些 叫做addiction 喝酒 其他東西 賭錢 多了這些問題 又是會有製造磨擦 就會引致到 有肝火 另外 有些人 就是他們 抑鬱一個病 多抑鬱多到 他們不起來上班 不起來上班 有什麼問題 一兩次就沒有 但是如果影響了 就是之後收入 洗肺 那就吵架有很多 然後 吵架當然是有 導致到大家不開心 一扯就扯火 另外 如果有這個 甲狀線問題 亦都有一些數據 和肝人有問題 肝和甲狀線 是直接有影響 我剛才只有一些 這些data set 訂給你 就說 甲狀線不好 就影響一下肝 肝不好的時候 影響甲狀線 這個惡性循環 我今天 今天 在香港也有說這件事 很多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會看到 有聽過中醫 都會說 肝有事 和眼睛都會有事 肝和眼睛都會有事 肝和眼睛都會有事 剛才看到 突眼 突眼 又有肝火 又有吵架 甲狀線的問題 現在看到 三個不同的惡性循環 會發生什麼事 剛才說 有好的主動 主動去找對象 以及去維持一段感情 和現在有了病 你怎樣維持 你不處理了病 你怎樣維持 都會維持不到 因為大家溝通不到 所以 你會發覺 有些人 他們一有了這些病 他們會影響 他們朋友的過程 影響家人的感情 還有 如果剛好有小朋友 做父母都很難 因為現在你 想的事情都不正常了 會影響到怎樣去教下一代 當自己都搞不定 所以有些這樣的問題 有些這樣的問題 很重要很重要知道 這樣就 吵架次數絕對 所有感情都會有磨擦 但是 吵架次數多得很重要 好了 想著大家在感情上面 愛情上面有些火花就可以了 沒有 因為 有些病 是會搞到 性方面都會出現問題 這是 大家 我們說大數據 這些數據 少人說 總是知道 找對方便沒事 所有人都知道 找對方便沒事 有很多人 不懂得這樣做 便找錯人 但有些人 找對方便變了 因為他有了這種病 我們要多些體諒這件事 要多些明白 是有大概有20% 可以變成有這些 心理上的情況 但是 引致到 不是心理 是從甲狀那裡來 甚至是肝 所以 之前 我們有很多 人去火鍋 一起 交換筷子 一齊 怎麼知道 有個人有肝炎 肝炎也是一種導火線 因為他影響到這些問題 很重要 好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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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一起健康大數據 你想牙齒高症和未創植牙嗎 一定要找在灣區經驗豐富 口鼻卓越的夏冰牙醫博士 在Sanley Angel San Mattel 丁河西 以高品質為大家酷母 夏冰牙醫現更首次推出 一千元優惠的牙齒矯正 眉創植牙 全口植牙 詳情請電 415-542-8217 初診免費 第15-542-8217 原來的常性建材公司 已改名為 心理廚櫃公司 地址419 Allen Street Daily City 我們專營各種廚櫃 專精廚屋定制櫃 自家工場分產 精準方便 電話 415-330-9288 415-330-9288 如果老張提前服用心腦血管數 就不用搞到整天躺在床 對 醫生都說單純降血壓軟 是沒辦法徹底避免中風 或心肌梗塞發生的 所以 如果你和家人有心腦血管問題 就一定要記得服用可快速通血管 降血脂 保護心臟大腦 治標又治本的美國心腦血管數 保持健康長壽 避免悲劇發生 資訊訂購請打 415-990-4468 990-4468 在劣質資訊沖織網絡的世代 我們堅持理性與客觀 有你的熱心贊助 可保證我們的持續運作 歡迎你成為星電視會員 或者請我們喝杯茶 BuyMeCoffee.com slashSingTelUSA 只要你成為會員 即可參與每月一次的會員線上職會 可提出問題 與梁總和其他時事評論員一起討論 贊助180元即可成為會員 送你星島中文電台深刻燈裝飾 及星島限量版紀念PoloShirt一件 贊助100元或以上 即可得到一份星島特別訂製的 精緻實用小禮品 一杯茶一世情 BuyMeCoffee.com slashSingTelUSA SBV是屬於大家的平台 之下 早上 早また 早上 這個人 還要吃 畫甚麼 這是什麼事 你會干個好 真是 我沒有去看醫生 他們 趕快去醫生 等到醫生 只會開一個敏感藥 沒用 病情也沒有好過 病情 這麼像我上星期 看那篇煤盆文章的內容 他們說這些可能是感染煤菌的症狀 你家有沒有試過發生漏水或者水浸屋呢 又好像有啊 今年一月份那次大氣河風寶 暗風暗矩屋頂又漏水 倉框又滲水 大地板還濕了 但是我一早弄好了 那你有沒有燒煤完再弄啊 那又沒有啊 那你家屋就有機會發煤了 快點找MyPill & Filament環結證公司 他們的專業服務一定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快點去星島摩摩打網站登記啦 記住是www.moremallda.com 或者打電話 650-808-8814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時47分回來的 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現場時間交給趙博士 是趙博士 對啦 所以你想一下心情 原來可以讓這些病 可以影響那段感情 我們可以剩下一些節 可以說些什麼呢 我們應該要說些大家可以平時喝的湯水 可以怎樣可以令到那個情況 吵架都少些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車前草的纖維 而這個車前草纖維 英文就叫做Cylium husk 平時放一些粥裡面 其實粥很多人都會懷疑 吃粥是不是對糖尿不好 吃飯等會對糖尿不好 但是如果那些飯是多了水分 碳水化物而熬得久 有很多數據就說 它其實是有醫治身體 譬如一個人不舒服的時候 吃完粥就算白粥加薑也很舒服的 如果你想令到再很多一層 就是令到這個車前草的纖維 就是叫做Cylium husk 放一些開箱子 倒入裡面 就差不多好像令到有一個羹的感覺 平時做一些湯 放一些芡裡面有一個羹 海鮮羹 這個車前草可以做到羹出來 粥有一點綿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說 你想令到那個甲藏線 怎麼可以再好一點呢 就是用這個叫做芫荽 再加番茜 芫荽就叫做Cylentra 番茜就叫做Parsley 做個湯出來 而這個湯有蒜頭 有洋蔥 放一點點菜油 然後炒一下 炒一下 然後加水 然後加一大大大小的芫荽和番茜 來滾湯出來 如果是一早做好一個雞湯 就可以用雞湯底做這個湯 主打來講就是帶出很豐富的番茜和芫茜 來做你的滾湯 這個對甲狀很有用 這些湯水竟然 其實車前草是否一味中藥? 車前草其實是在藥房裡面 會買Cellium Hasley 因為它去不了廁所 吃錯的方法就是 用粉來倒進早餐 其實車前草是要開水的 越多水越好 所以為什麼要放進粥裡面 或者放進湯裡面 原理就是這樣 所以車前草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放粥 另一個就是放進蕃茄蛋 可以放進蕃茄蛋 打開芡 然後你平時的蕃茄蛋 有些滑的感覺 你想做一個滑的感覺 就不要用鷹粟粉 不要用這些打芡的方法 用車前草做出來 但是我們為了鴿狀線 就做到這個湯裡 就是這個 你可能喝過的湯是有芫荽的 芫荽就少人喝過了 但是芫荽加芫荽 你喜歡做到這個湯豐富的 你可以放除了椰菜 可以放一些牛蘿蔔 滾湯出來的效果很棒 但是你的主打針對甲狀 就一定要用芫荽加芫荽 可以加些薑 有些暖胃的感覺 一個人其實一天裡面 高高低低回去喝湯 而湯本身有這種功效 我就放了這些功效在Facebook 讓大家喜歡慢慢看 就是原來芫荽已經證實了 在Mayo Clinic 醫治對甲狀很有連結 因為它本身很高抗氧化 但是很多數據證實了 它對肝和甲狀很有效 所以這就是芫荽 芫荽在印度的醫術 對甲狀線出名 所以它們對於甲狀線的治療 是否又是用車前草的食療方式 是的 車前草 你平時打個芡 來做個湯 變成有些筋的感覺 你就變成吃了纖維 而纖維就是剛剛對抗有糖尿病的情況 糖尿病不是不能吃飯 是飯要夠濕 因為碳水化物 它最骤忌 就是做些多士 做些東西乾了 或者炒飯 炒到米飯會跳 這東西對糖尿病者很可憐 它一定要碳水化合物 水份在碳水化合物 要多 即是煲粥 煲得夠久 還有就是如果用高纖維 在自己平時吃碳水化合物最好 最慘就是碳水化合物沒有什麼纖維 除非你吃一些像木瓜那類會有纖維 但很少人會經常吃木瓜 所以有些車前草纖維就很重要 放進去煲湯就很有用 所以煲湯通常是晚客用的 煲湯 你喝湯 人缺水的話 吵架也會多些 都會猛烈些 人都會痛些 是因為火 對 煲湯就是太火了 沒錯 所以其實這些是很有趣的東西 你看大數據也能看到 如果你在看西醫裡面也能看到 你在看中醫也能看到 但大數據也能看到 就是你有火 你喝多點湯水 湯水會有些草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有點涼 加幾片薑就可以中磨 是的 這些就是食療的 又不用吃藥 只是通過我們平常的食物 就可以起到一些健康和保健的促進作用 沒錯 如果你有機會喝湯 你去不喝這些湯 但是有一個甲狀腺問題 那甲狀腺怎麼知道是有問題的 很多人就說 先驗到的問題 但如果你發覺你的眼睛有時起沙 這就是一個很初期未去到甲狀腺 你有沒有試過眼睛 好像有些沙的感覺 當然這個是眼乾 但有很多種病 是會搞到有口乾眼乾的 這個叫Sogren 這種抵抗力的病 都是會搞到這樣 所以不妨這樣 就是不要等到有人證實你有還是沒有 你如果覺得眼睛有沙 那就做一個 一個翻篩、芫荽 有車前草的湯喝出來 變成可以降下火 又到你 好 我們車前草 其實是否在平時 我們的一些超市 或者是 藥房 已經可以買到 藥房已經可以買到 可以買的 不過最好就是買些有機 你現在所有人都上網購物 可以買一些有機的車前草 有機 Organic Psyllium 中英文都放了上Facebook 方便你們 好 OK 我們馬上去瀏覽一下 趙博士的Facebook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 謝謝趙博士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向趙博士討教 拜拜 拜拜 OK 麻煩你上去看博士 拜拜 拜拜